阿詩,我們很想問,其實很久很久,如果你在初逢出身,大家都會覺得你很久翻身, 但你那時是怎樣做? 很開心,畢竟可以接觸到自己的偶像,同台演出,那時就不是很計較自己的氣氛, 只是做美場跳舞已經很開心,進去那時,前幾個月之前,他們竟然在籌備, 因為他們那時還在演戲,在很多各地的場地,我們進去裝身,負責去裝, 讓蝦哥看,當時的提搶蝦哥,看到我們的腳妝,OK,可以了,下妝吧,要裝好多次, 是的,一直在這兒熟習,熟習裝身,不用你出場,但是人工我照給你, 那我算是幸福啦,一進就進大班,大班當然有規矩, 最重要就是學會裝身,還有人要整齊,要站立,還有很有禮貌,很有規矩, 所以,逢是見到人,都要喊人,是的,還有學會一件事叫做尊師重道, 可能這些可能是他們的師傅任白,遺傳了下來,也是氣行的規矩, 所以我們進去,這些是氣行規矩來的,早晨就一定要喊, 即是等於第一日見到那一位的同事,或者老官,我們稱呼他,都是喊早晨的, 我們初初進去跳舞的時候,就已經是進去,不停地做,做下去了, 當然,跟偶像一齊當然是進去那班,其實我進去的時候已經很深刻了,是很喜歡的了, 即是每天站在舞台上看他們兩位演出? 不止他們的,那時候還是四鳳,有時候珠姐,廖姑,他們的演技我們都有吸收, 那時候我們進去,還是四叔,即是我們有幸,還可以看到四叔演戲, 譬如像做風相一樣,我們還是做馬仔,即是那時候看著四叔坐車的公駕, 腦裏面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是怎樣的,很震撼的? 他那個形態真的很像坐,他做出來的模擬動作真的讓你直接知道他是在坐車, 這些就是最高的功能 紅樓夢,你是當時在場的一位演員,你做舞女而已,一定看很多戲的, 你自己對於他們每一場的神態或者演出,你是不是都看到很有感覺? 是呀,尤其是培生姐做動房那場,她一起莫,她用一些水咒來表現自己的身段, 表達自己的喜悅的感情,真的做得很好, 道門當時還是燕姐,燕姐做子娟,第一代應該是吳美英, 美英姐是做攝保差的,之後也轉過阿鳳姐,南鳳,嘉明姐做子娟, 我們也有慶幸看過他們的演員,我聽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們說燕姐做子娟,是做到這麼多場都哭的, 水準和她的感情,那種收放是很厲害的, 是呀,我覺得燕姐做苦情戲是一樣的, 那時候都算很經典的了, 還有大家的功力都很強的, 還有我也比較少聽到一個現場在看的人, 告訴我,是阿炮姐的水咒, 這次做任藝生輝,我就真的看到了, 阿炮姐的水咒是很瀟灑的, 乾淨,乾淨,是呀, 你說說在初訪,真的做到現在都整二十幾三十年了, 那時候想得太簡單了, 因為只是做初訪這班就已經很夠了, 因為她經常,台企很密很密, 那時候我自己也有份工, 不做得其他班那麼多, 沒有了份工之後, 盡量有機會接下其他班, 真的很密的, 二百多場了, 是呀, 那頭開箱,那頭蓋箱, 接著又去其他地方, 真的馬不平提, 還有這麼多兄弟姊妹一起, 就真的很開心, 見他們的時間, 其實更多過見自己家人, 哈哈, 慢慢就是擺工了, 真的五六點就開始大家聚在一起, 是呀, 薩慈基家聽她說休息, 有點不太相信, 當然希望不好啦, 但是始終她自己, 想想自己的將來, 怎樣啦, 想想一下就, 自己就結婚了, 沒事做了, 我覺得呢, 始終有得就必有失的, 就看你自己去衡量, 這件真的很多得, 在初鳳鳴裡面, 學會了個班生, 化妝, 真的嗎? 真的, 怎麼學呢? 她這麼漂亮, 她怎麼畫的呢, 就要看啦, 不停在這裡吸收吸收, 你自己又揣摩一下, 就這樣學回來的了, 嗯, 我學到她們, 又是, 專師中道啦, 她們真的, 那個成就好大, 當時呢, 她們做的戲呢, 經常都是做那些戲, 所以呢, 熟曲就個個一定會熟曲的, 我們看到也都看到很熟的了, 會的, 有時在台口, 譬如跳舞走錯了位呢, 回到進來呢, 真是, 好習慣, 那麼, 政府資助了這個, 油麻地新秀演出呢, 那麼多了幾位的總監, 給我機會呢, 那麼我也都很多謝他們, 那麼當然有機會當然是好啦, 那麼我也都嘗試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那麼但是呢, 我覺得呢, 不知是不是那些總監, 覺得我做老蛋會好一點呢? 我都很喜歡, 很喜歡初訪戲, 但是沒有哪位總監, 找我做過初訪戲咯, 哈哈, 最喜歡哪一套呢? 呃, 有很多套的, 有時呢, 我很喜歡一些, 感情細利一點的, 譬如好像樂神啦, 以前的六月雪啦, 嗯, 那些呢, 我當然想啦, 其實我有很多角色都想做的, 嗯, 期待啦, 期待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啦, 是啊, 其實呢, 因為最近任藝生輝念龍程, 啊, 小玉媽媽, 哈哈, 做六娘, 那每晚跑車就很激動, 那樣的, 就是, 六娘,六娘, 你當時的感覺, 會不會都很溫暖的, 覺得好像, 會的, 突然之間, 有個偶像跪在我面前, 叫六娘, 哈哈, 每晚都發瘋, 但是, 其實老蛋不容易做, 台演戲是盡量自然啦, 嗯, 你不可能刻意, 啊,我要這樣做, 這樣做, 因為每晚的反應都不同的, 真的嗎? 不可能拒絕你, 要自己怎樣去做, 都是出台才知道那個感知, 聽見馬培生姐, 找我做這個角色, 我當然是開心啦, 真的想不到的嘛, 是啊, 當然一下子都答應了, 嗯, 做老蛋都無所謂啦, 演員呢, 就一定要裝備自己的, 要盡量學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嗯, 有這樣的機會啦, 但是, 尤馬地那邊好像真的都, 訓練到很多演員, 起碼踏出台口呢, 是懂得期啊, 懂得怎樣去陪啊, 其實我自己呢, 真的未有資格說開班教人的, 嗯, 不過現在呢, 百合會館呢, 就跟這個保良局, 就有一個瑜伽的課程, 在這個學校那裏做推廣, 那我也都好多謝啊, 廖國森先生呢, 我的師兄的, 啊, 沈國森是第一屆的, 是啊, 那他呢, 就介紹我, 去保良那裏, 去做一個輔導師, 嗯, 啊, 當是吸收一個經驗, 那將我自己所學的東西, 可以教到那些學生, 嗯, 那這些真是很主觀的, 因為學生呢, 他如果是有興趣的話呢, 他一定會很努力學, 因為有些學生他沒有興趣的話呢, 你怎樣很努力教他, 他都不會學, 嗯, 所以我們呢, 覺得他們現在呢, 是很幸福, 我們以前呢, 想學呢, 就沒有這樣的資源, 現在政府給那麼多資源, 給一些學生去學, 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興趣呢, 我覺得真是, 好心, 都幾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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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ت Ara来電視界,